小河神保佑我三模四模大爆发 数学考一百二再也不用吃核桃 地震了 快跑 地什么震 赶紧回去给我坐好了 真的地震了 考试都给指示了 赶紧回去坐好 就算真的地震了 你说你拿那么招破卷子 一点承受力都没有 还是有点用的 玉铭 你嘟囔什么 老师 我是说那个 如果真的地震了 他拿那个试卷的话 还是有点用的吧 毕竟知识就是力量 行了 都别笑了 明天上三模考场 再有实践知识的力量吧 您上课前我再强调一下 三模你们一定要重视 这是离高考前 最重要的一次模拟考试了 一模二模呢 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 很多同学就说 第一次考没经验 一堆借口 这四模呢 离高考就剩没几天了 出的题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简单了 就是为了让大家提提气 让你们对高考有信心 这个三模呢 就是最接近你们高考水平的 一次考试了 明天大家都全力以赴好好考 听见没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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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跟方老师说什么呢 你们脸色那么难看 该不会是三模卷子被偷了吧 你们看方老师脸色那么难看 该不会偷卷子是我们外的人吧 谁这么厉害啊 我误会吧 真的是冷阳消灿头的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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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吧 大家 先安静一下 我说个事 咱们国家四川地区 刚刚发生了一场地震 震级为七点八级 我就说嘛 我就说嘛 五点八级 五点八级 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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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点八级了 七点八级了 太危险了 大家先不要慌啊 目前情况我还不太了解 未来有强于阵的可能性 这怎么会这样 不过四川离咱们还是比较远的 咱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 先正常上课 不过呢大家要警觉起来 一旦发生什么危险 都要互相帮助 确保安全 听到没 七点八级 唐山地震多少劲啊 唐山地震就是七点八级啊 希望没有人受伤了 希望震中是在没人的大山里最好 老师啊 四川 到哪里啊 目前还不太确定 是 是不是成都 是不是成都地震了 我接到缺切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 于明 于明 你没事吧 我爸爸在成都出差啊 今天 也没有东西 你来看 你去看 我这次都 flees了 好 你是怎么想要 海上海下 4月出发 至于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 怎么还是没声音啊 拜托啊 快接通啊 妈 你别 别那么着急 四川那么大 爸爸那没事的 这打过去一直都没有声音 你怕他会不会 不会 您别瞎想 受地震影响 四川境内上千个通讯急诊瘫痪 四川当地长途画物量已上升到日常的十倍以上 手机接通率下降到平均值的一万左右 三川 这么多 料理而行啊 我妈说装在一个新封里 怕这个箱子开口不够宽 所以就装了两个 这是我现前之明啊 那个 但我没说 咱们快走吧 语言考试咱们别迟到了 走 喂 妈 有消息吗 没事 你别急 好 肯定没事 您别着急了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就这样 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没事 先去吃饭吧 说不定吃完饭 叔叔电话就打过来了 对 先吃点饭 你们去吃吧 我不太想吃 我困了 回家是爬回 好 咱们去我 那你好好休息 我们回来给你带饭 谢谢啊 妈 怎么样了 不是 您别哭我 你倒是说话呀 我联系到了你爸爸的同事 他说 说昨天中午你爸爸说要去一家公司实地拜访一下 看午饭后就失联了 什么公司 他也不知道 说好像之前听你爸爸提起过北川 北川 不知道那家公司会不会在北川 同学 手机收一下 快进来 要发卷子了 可是他真去了北川可怎么好呀 你再不进来算你起考了 我不考了 老师 什么 你可要想清楚 这可是三模 高考我也不考了 明明 你还是先去考试吧 不能耽误了考试 接着考完出来 第一时间给妈妈打电话的呀 妈妈再去联系看 你爸爸待遇的其他人 我 同学 手机不能带进考场 说你呢 听见没有 把手机放出去 老师 他爸爸在四川一直联系不上 他在等他爸爸电话 拜托您了 拜托您了 让他留着手机吧 我向您保证 他一定不会作弊的 求您了 老师 如果他用手机作弊 您把我也算零分成了 这事照顾 这样吧 你把手机放往这里 一来电话我就拿给你 行了吧 坐回去考试吧 距离考试结束时间 还有三十分钟 一直在最后 一剧 断栗 过边 拉脱 开 viu 来